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世界很好玩 我是你的主持人 德宜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来的一位 台湾的日文译者 他工作就是翻译那些生活性的日文书 成为中文 那十年以来 我们也相信 他的经验也不少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下 那宜馨 你好 你好 德宜好 大家好 我是宜馨 我来自花莲 台湾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一道问题 那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 我正式进入日文译者 成为自由译者的时候 大概是1997年 那我一开始其实 我有在接一些 翻译社的一些工作 那主要是做一些文件 那后来是经过朋友的介绍 才正式接了第一本书 然后从此之后 就开始进入了书籍翻译 然后成为一个自由接案的日文译者 那一直到现在做了十年 2017年 我觉得这一路我还做得蛮开心的 那很高兴自己可以做到一份 自己很喜欢的工作 那所以这个是你从小的梦想 还是你是不小心就成为一个翻译者呢 其实可以说是不小心 因为我一直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的 比如说人家会讲说我立志要当什么科学家 或立志当什么 我一直没有这样的 我立志当翻译家我也没有 那只是说因为一开始我是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台湾流行日剧 所以我就喜欢了日文 那时候报考大学的时候 我就通通填日文系 就这样很幸运的进入了东吴日文 然后呢刚开始出来毕业了业之后 我也不是想要做跟日文有关的工作 因为我想说我还是需要多一点人生历练 所以我一出来其实做其他的工作 那后来是一直到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1997年 有朋友介绍 说有一个出版社在找艺者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那因为在此之前我是在杂志社工作 其实有接一些在杂志社里面 就有在翻译一些文章 所以对于翻译已经有一些概念 所以我就觉得好啊那就来试试看 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进入日文的书籍翻译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学日文而不是其他语言呢 我相信日本也没那么简单 有什么困难吗 一开始学日文纯粹是因为日剧 就是喜欢日本 那个时候也没有 其实对日文没有概念 我也不知道日本文化 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崇高的理念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去学 那纯粹是因为就是喜欢日本的 那个时候觉得日本的街道很漂亮 然后日本人好像都很有礼貌 从日剧里面看啊 然后每个人都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就觉得很向往日本 很希望以后可以去日本玩之类的 所以一开始就选择去报考日文 那时候考大学也没有想说 其实还有英文系可以读 那种对我们来讲更简单 因为我们高中就已经在学英文了 但也没有想说要去学其他的语言 就很直觉的想 我想要去学日文 我想要去日本玩 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就开始念日文 虽然是被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升华性 所以就觉得 那要不然就学他们的语言一下 对对对 好的 那你就翻译的书都是有升华性的啊 有小说还是儿童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吗 一开始我刚开始进入这个日文书的这个 老师说我有一个迷思 就觉得说哇好像翻译小说的人都很厉害 有没有因为小时候毕竟文学性高 然后就会觉得说有一天我一定要翻到小说什么的 所以刚开始翻 刚开始我一开始大概前两年 接触到的都是生活类的 比如说如何帮小孩剪头发啦 或者是说你如何打排球啊 如何骑脚踏车啊 或者是说食谱健康类的 那都是一些比较就是有点类似教科书 或者是比较图鉴的 就是一个字就是一段一段这样子的翻 有点像是使用说明书那样的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说刚开始这样翻会觉得好像 没有翻到一些很文学性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还努力不够什么的 但是后来渐渐的我开始翻到了比较文学性的 比如说从书店窗口看京都这一类 比较具有文学性的东西 我也翻了一些小说之后 其实我发现翻译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阶级之分的 并不是说你翻了生活性好像就比较低 或者是你翻了文学性你的地位好像就比较高 只是他们就是不同的属性 就像我们人有不同的个性一样的意思 那我在翻译生活性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注重流畅文字流畅 你一定要翻到人家看得懂 或者说食谱你总是要一步一步教人家 人家一定要看就知道真的可以做出来一道菜之类的 所以那在翻到儿童书的时候 因为你要顾虑到孩子们的年龄 因为他有些书是给比较小的小朋友 一些是比较高年级的小朋友 所以在用字上面就会有一些特殊性 比如说太流行的不能用 或者是太深的那种成语你不能用 所以就会有这方面其实只是选字上的差异 它并没有阶级上的这种好像谁比较高或谁比较低 那每一类书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都是一个挑战 一个全新的挑战 都是你不能掉以轻心 那不是说翻了十本食谱 好像我以后翻食谱就很简单 其实没有每一本书其实都是新的挑战 所以每一次生活都是很精彩 就是你不知道会有遇到什么挑战 不是说都是很闷的这样子 对就像我有一阵子台湾很流行断舍离 跟简单的生活 当然现在也一直是一个风潮 我大概从开始接烹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开始 就接了一连串像断舍离 或者是简单生活相关的书籍 它都是在告诉你就是要剪掉多余的东西 回归最简单的人生什么的 那并不是说我翻了第一本 我就觉得好像我后面都可以 没有 我每次在翻的时候 每一本书即使是同一个作者 像静腾玛里会的烹然心动 我就翻了三本 可是每一次我翻的时候 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全新的 因为它都会告诉你新的观念 虽然它的主轴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留下你让你自己心动的东西 在你生活中的东西都是你喜欢的 在你喜欢的东西的围绕下生活这样子 那可是它会告诉你一些 又有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进来 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说 我就是按照以前的翻译方式来翻好了 是不通 对 就不通 对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都是虽然都是一样的作者 一样的主题的书 可是每次都可以找到不一样的感想 不一样说 获得不一样的启发 我觉得这就是翻译很好玩的地方 所以那这些翻译作品在台湾的市场 那些销量是怎么样呢 会不会有人家比较喜欢偏一个问题 还是比较喜欢另外一种的呢 是 因为日本 从我高中那个时候到现在 大概也有二十多年了 就是日文一直以来 日本这个国家对我们 在我们台湾人心里 是一个很亲近的国家 我们会对它很有感情 很有亲近的国家 所以日文书在台湾一直是很被接受的 就是一般人 比如说日本小说 或者是一些生活书 一直都有被翻译成中文版 然后销量一直都很不错 那它会有一些 当然比如说像春上春树的小说 这个一定是万言不败经典 它除了这种比较经典的小说之外 会有一些生活性的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断舍离 或是一些整理术的书 它大概一段时期就会有一个流行性 比如说那段时期是流行断舍离 就会有一段时间都是断舍离的书相关的 那有一段时间是流行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我也翻了一些食谱 它会有一些比如说铸铁锅的食谱 或者是说免揉面包 就会有一大堆 那时候也出了一大堆相关的书 所以我通常比如说 我前两年翻的断舍离 可能我后两年就是翻铸铁锅 可能我后两年又翻了一些简单生活的书 就是每年都会有大概一段时间 就会有不一样的流行性的东西 所以对益者来讲 其实也是会一直接受到最新的流行的趋势 那十年以来你翻了多少本书呢 我那天才在看 我翻了大概从一开始的1997年记的第一本书 到现在有出版的 总共出版了187本书 就是十年 这很多 对啊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怎么会这么多这样 那一年的最高记录是多少本 我有一年的最高记录到36本 一年出了36本 这样那年应该挺累的吧 很累 其实那一年 艺者这个工作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很美好的想象 以为我们都是那种三斤半叶有没有 然后一边品着红酒 然后一边在那边打刺 有很多灵感这样 其实没有 其实艺者的工作 其实跟一般上班族一样的 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工作时间 就说你每个小时能够 伸出多少字是固定的 因为我们再怎么样 人体都会有 人类都会有极限 所以你不可能超过你的极限 所以在那一段 在我初出最多的那一年 其实真的很辛苦 就真的除了工作之外 没有任何的娱乐 就所有的工作 除了吃饭 睡觉 这种必要的时间之外 几乎都在工作 所以那一年其实过得很辛苦 但是后来我想想 钱赚那么多 那算了算了 看在钱的份上 我就算了这样 那你可以大概跟我们 比较说细节的 那过程是怎么样 就好像很煎熬吗 还是你 就是那个 idea 就是滚滚的来 还是你要 不行不行 是其实我可能比较特别 因为我一开始 虽然说我不是以当翻译者为目标 但是我进入翻译之后 我发现其实我很适合这个工作 因为我文学就是文字处理 文字方面对我来讲 我很简单 就是日文变成中文 然后再把它弄成比较顺畅的中文 这个过程我是蛮驾轻就熟的 所以我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很适合 而且我有一个特点是 我很自律 就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工作多久 我就是要工作多久 然后工作完了我就不做了 我会去做别的事情 或什么 就是我一定会让自己 在这个期限之内 把工作做出来 所以我一直以来在这个工作里面 虽然说身体上有累 就偶尔难民会熬夜你知道的 但是基本上的时间都是很快乐 虽然说工作很累 但是你会有成就感 然后你就会觉得 每一本书出来之后 哇你就会觉得 拿到书的那一刻 你就会觉得哇一切都值得了 所以那一年虽然很辛苦 但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工作 都会有高低起伏 我也曾经遇过 就是清皇不截的时候 因为刚开始 我算是幸运的 就是从接到第一本书开始 一直是都有书来找我 但是也有就是比如说 断了一段时间 空白了一段时间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是说 我们偶尔也会遇到 跟我们调性 比较没办法契合 因为毕竟每个作者 都有他的习惯 说话习惯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翻译习惯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需要磨合期 比较久的作者 所以在这个时候 偶尔会难眠 会有一点低潮 会觉得质疑自己 好像不太适合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大体上来说 我还算是比较满自得其乐 这个工作我做得很开心 所以到目前为止 没有遇到任何 就是说 真的很大的挫折的状况 那你会挑还是选择 比如说 我想要翻译这本书 然后有人来找你说 可以帮我翻译你说 对不起我不接受 你会选吗 还是会挑 我基本上我不挑书 对我会看 除非这个作者的 比如说我们比喻 通常我们出版社来找我们 都会大概知道是哪类的书 我们就可以先Google一下 看看 看看说它的偏向大概是怎么样 文字大概是怎么样 那除非真的是文字到很不 没办法契合的状况 不然基本上我是不挑的 基本上我把它当作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上天给我的挑战 那也有些真的不是我的专业 比如说运动 教你如何打排球 这个我根本也不懂这些东西 但是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挑战 然后去学 去Google 或者是去看其他的书 我曾经翻译过一本 跟登山有关的书 我就真的去买了一本登山圣经 然后在那边翻什么登山的一些专业知识 一些用具 什么他们尼泊尔 还有一些雪巴人的一些知识 我都去翻翻翻 然后去翻了很多之后 就我才知道说 这个作者要表达什么东西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我也喜欢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而且是很仔细的 对 对 我很喜欢做类似这种查证 类似这种找资料的工作 所以即使是很难 就是除非真的是那种天文 天文的我看不懂的那种东西 但是基本上我只要是找得到资料的 我能够去学的 我都很愿意去学 然后任何的书 我都当作是新的挑战 去努力的去把它翻译成 一般人都看得懂的文字 那你到今天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为什么呢 基本上每本书我都有投入我自己的感情在里面 所以你说最满意或什么 我还要有点保留 我希望未来也许到了哪一天我可以说出来 但是我要想要讲几本我自己比较感触比较深的书 那有一本是叫做从书店窗口看京都 它是一本介绍 它是从书店的角度去介绍京都这个城市 包括餐厅啊包括它的书店啊 它的店面 它的老街 它的文化什么的 然后这本书我会特别拿出来是因为它的 作者其实是一个书店 叫做惠文社一层四店 这个书店在它蛮特别的 因为我刚提过我之前在杂志社工作 我在做日本杂志 那个也是一个日文的流行杂志 所以它也会介绍日本的文化 所以那个时候它就一直有在讲 惠文社一层四店这个书店 它是一本特别的独立书店 有点类似是那种独立书店里面的精神指标了 几乎所有去京都的人都要去那里朝圣 它就等于在告诉你一个独立书店应该有的样子 一个模范一个典范 所以一开始我接到出版社的邀约 说有这本书的时候我很开心 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偶像见面你知道吗 就是我以前看杂志 然后大家这么推崇的书店 他出了一本书 我现在竟然有机会 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告诉所有的人有这样的一本书 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而且因为那本书是2011年初的 算是我刚入行的前几年 那在这之前我接的书都是比较生活类的 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刚讲的教你如何骑脚道车 如何健身 如何剪头发这类比较好像是说明书 图件这样的书 那这个算是一本比较讲到文化内涵的 它有讲到一些京都的一些历史 一些比较深层的 或者是一些庶民生活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特别 因为有点让我好像走到另外一个领域 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所以我就觉得 算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 我那时候是这样觉得 对 然后而且它的文字上 又跟我之前翻译的不一样 之前我只要翻出来 一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讲得很清楚就可以了 那可是这个文字 这本书的文字呢 我必须去雕琢它 可能要去想象 去挑选一些文字 比较适合这本书的放在里面 所以这本书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做 然后终于把它做出来 我真的很开心 然后还记得那时候出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他住京都 他还特地去找了那个书店的老板 跟他说 台湾出了你的书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个老板还写了 还签名 特别签名一本书给我 我就觉得很开心 有点像梦想成诚的感觉 就很像你知道 你爱留的话 爱了一年 爱了一辈子 结果终于有一天 他跟你见了面 还跟你握手 还跟你拥抱那种感觉 我觉得哇 真的太棒了 对 那作为一个自由的翻译家 你觉得你赚的钱够生活吗 这个真的是说到大家的 大家都想知道的重点 大家都想知道的重点 我相信很多父母也想知道 因为像自由工作者在台湾人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状况是什么 但在我们台湾的父母的观念里面 自由工作者一直是一个收入很不稳定 然后没什么保障 好像今天吃了 今天接了明天就没有 有一餐没一餐这种感觉 那我刚开始进入这一行的时候 我相信我父母 他们一定也很担心 我会养不活自己 对 那只是他们很好的 就是很尊重我的决定 让我来走 那我自己走了这十年的 逆者生活的感觉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份 很稳定的工作 它其实跟其他的工作 没有两样 虽然是一个自由逆者 我们没有固定的雇主 但是只要我们 我觉得任何工作都一样 只要你认真去做 它就会给你回报 那我也一样的 我自从加入了 就是成为自由逆者之后 我的工作基本上是一直都有的 就是我不用担心 后面没有书或什么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现在的状况是 我通常是今年已经接到明年 大概满了的书 对所以 其实就我来讲 我其实跟一番上班族没两样 我的未来的其实是一直 已经都有了 计划好了 计划好 对我不用 而且我比一般生活 上班族好的状况是 我可以自己安排 我什么时候要工作 对 像我像要出来旅游 我就可以安排 我这一整个月不要接工作 我就把时间都排开 在我自己可以的 在我自己的 可以掌控的时间内 去接我要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这份工作 反而是很适合 大家来尝试 就是说如果你有意愿 想要做一些做 freelancer 想要做议者这份工作的话 我反而觉得你真的是可以 好好的来尝试 好好的来做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要看人吧 因为有些人 比如说我吧 就没有那个不能自己推动自己 所以就要有一个老板还是什么 就推自己一下 你自己就是要计划你的时间 什么这样你要很早睡早起 什么这样的东西 对你刚才说老师 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自律 我们自由意者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你知道 因为我们时间太自由了 从常就看比如说追剧 看到两三点才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已经十二点了 然后你弄一弄 下午可能四五点才开始工作 那根本说实在这样子生活是不行 对我以前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也说实在也是荒唐过一段时间 就是觉得 你知道生活实在太自由了吗 没有老板那个来逼你 你也不用上班打卡或什么的 然后就每天很开心啊 晚上爱多晚睡多晚睡 对可是其实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样不行 对要认真一下 真的而且因为我们毕竟有解稿期嘛 所以通常我们不要在解稿期出去 你如果前面你怠惰了 你后面就会很辛苦的赶稿 我这是经历过那种很辛苦的赶稿日子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不行 这样真的不行 对 才那个真正的去 例行每天的工作 一定要做多久 然后做完 然后把那个 那我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是就是都规划好 今天要几点工作 然后什么什么 那个今天要几点休息 或什么的 嗯 后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 因为我大概知道了 我一天可以做多少时间 嗯 我就会把工作排得不要那么紧 嗯 对然后比如说 因为我之前说过 我一年出36本书 那个时候 你知道平均下来 你一个月是三本书 对 你等于四个礼拜三本书 你真的是不用睡觉了 哇 那是有九天一本书 对就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哇 真的太累了 后来就是因为 有了那一段日子 然后很辛苦 之后我慢慢 而且加上我后来 懂得如何去调整我的人 那个时间的分配 嗯 我现在大概知道 我一天能做多少书 对 能做多少文字 然后能够 大概一个月里面能够出 比如说 假如一年能够接多少书 嗯 所以我现在都会安排 在接书的时候 就先控制那个量 对 不要让自己超过 嗯 对 所以就反而 你学会那个诀窍之后 你反而就过得很轻松 对啊 那身为一个义者 你觉得最重要 还是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的 你的观众 还是你的内容 还是题目呢 我很在意我的文字的 就是我书出来的成品 好不好 对 我的易稿的品质 好不好 嗯 我 我 我是比较 要求自己的工作品质的人 嗯 所以 在出 在文字做好之前 我都会 就是经过一些 再三论教啊 嗯 然后 确认每个文字怎么样 那 当然难免啦 人毕竟都不是圣人 也是有 你知道出错啊 什么的 对 难免会有这种状况 但基本上我 就是比较在意 我自己的文字的品质 那 因为我是属 呃 我在出版书的这一块里面 我只是翻译的这个环节 其实出书有很多环节 比如说 前面包括选书 因为日文书来讲 一定是先有日本 日本的书先写好了 嗯 然后会有人去选 诶哪些书要出版 嗯 出完版之后呢 呃 出版社决定要出了 然后才会有编辑来找我们 对 那我们只是负责把它翻译成中文 之后 交给 编辑 嗯 编辑再去做后续的 比如出版排版 各方面的工作 嗯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只是这个环节的工作 嗯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环节工作 做好了 对于 出版社或编辑来讲 他们后面就会比较轻松 对 整个环节才会通 所以我是 比较在乎我的文字的品质 嗯 那至于说这本书 会不会有关注 会不会有读者喜欢 嗯 或者是说 是不是现在市场上最新的潮流 嗯 或者说是不是我喜欢的主题 嗯 这个我觉得都是次要的 嗯 我的 我的职责就是把 这个文字翻译成 呃 把这个日文书 日文的文字翻译成 好的中文的文字 嗯 然后让所有 就是任何有 有可能接触到这本书的读者 会喜欢 或者说看得懂 嗯 这样子的文字 这就是我的职责 嗯 这样子 那你心目中 你有一个你比较欣赏的作家 嗯 那为什么呢 嗯 嗯 我 呃 一直来 一直来说 我自己 对于比如说像偶像啊 或者是 一些明星啊 或者是比较名人 我其实没有任何的偏好 嗯 就是我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有任何的 呃 任何的 他们的风格或什么 我其实都是接受的 那我要特别提一个就是 静腾玛丽慧 嗯 静腾玛丽慧小姐啊 因为他比较特别的是 我翻译了他三本 人士的整理书的书 那他一直也是 他也是这几年来 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讲 整理书的一个专家 嗯 那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 他其实他讲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 你要你要留住的东西 你一定要留让你心动的 哦 对 通常我们整理都会想说 我要丢 嗯 我就是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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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 他是告诉你 你是要留你心动的 嗯 所以就算你留了满屋子的东西 也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这个东西 都是你心动的 嗯 对 重点是以你自己为 为主轴 而不是以东西为主轴 嗯 当你以自己为主轴之后呢 你就会 你才能随时保持一个畅快的 不管是你的房子 你的人生 你的环境 各方面你都会是畅快的 因为我在任何时候 我身边接触到的任何 我用的 我用得到的任何东西 接触到的任何事物 都是我心动的 嗯 那我就会活得很快乐 我愿意快乐了 当然大家都快乐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 他 虽然是一个 就是 日本女孩 长得非常的秀气 然后 小小的很可爱 可是他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嗯 他已经到了 就是连美国人都已经疯狂 然后把他当成是 他的书也卖到美国来 而且是那种 非常畅销的书 我却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一般都是 欧美国家的文化来影响到 我们东方国家 但他是以一个 日本 一个小女生 然后 讲一个整理术 那个观念 这样一个东西可以 可以影响到欧美国家 我就觉得 他的成就真的很了不起 对 就跟人家不一样 跟人家不一样 就开了一道路的感觉 对 我就觉得 而且身为女性 你知道我们也是很有荣誉 就觉得 哇 女性可以做到这一点 真的很不简单 对 那在你的生活中 除了翻译以外 你还有什么爱好吗 我 我是那个 我去年 应该是说 我今年 今年三月 我搬到了 花莲的一个乡下 对 那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 然后就很自然的环境 这样子 然后我在那边有养了六只狗 哇 对 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中心呢 除了翻译 就是我的六条狗 那都是你流浪的 总共有一只狗 是从那个 缩农所的领养来的 那另外五只都是路上的流浪狗 就是有这个有缘啦 有缘跟他们遇到了 然后把他们领养过来 收养过来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你的一个爱好 对 我现在 因为我以前是 我以前不养狗 我以前养猫 其实我很喜欢猫 因为我觉得猫很乖 很乖 然后你也不用花太多 心力去照顾 因为它会自己照顾自己 对 就是对我们那种都会的 因为我以前住台北 就是都市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以都市生活来讲 养猫真的很好 你不用遛狗嘛 对对 它就在那边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摸摸它 虽然它也不会理你 但是你至少有一个慰藉这样子 所以我以前是 我一直很想再养猫 一直很想说 以后有了自己的家或什么 想要再养猫 但是因为我先生爱狗 对 对 那我就觉得说 养养狗也不错 因为我没有养过自己的狗 对 那我们家以前是有养狗 但是是我爸妈养的 那我没有养过自己的 所以后来就是跟我先生在一起之后 他爱狗 我们就开始养狗 那养了狗 就会觉得 哇 狗真的太可爱了 对 我觉得因为就你翻译 每天都在 可能在一个桌子 就在屋里 就 谢谢 对着这 虽然你有养狗 你就出去大自然 跟他们放松 对啊 放肆一下 而且因为在很自然的环境 狗也很开心 然后我可以在那个 什么草地上 跟他们大奔跑 那大绕圈 大家就玩在一起 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 而且狗 真的是很忠心 然后对你 那种付出无限 没有任何条件的爱 我就觉得 心灵受到了疗愈 哇 很棒 那你在最新的作品是什么呢 嗯 我最近出了一系列 跟亲子天下合作的一系列 妖怪医院的书 它是 它是一个童书 是一个 讲 讲妖怪世界 跟人类世界 有一些交集 然后一个主角是一个 四年级的小学生 然后跟一个妖怪世界的医生 然后他们认识 然后蹦出了一些火花 然后有一些 一些奇幻冒险的故事 那我觉得很好玩 那这个系列 我会比较 有所感触 就是说 因为我之前翻译的书 比较多都是 讲给大人看的 比如说 一些生活类的书 或者是像我刚刚讲 断舍离 这一类都是给大人看的 那翻译到 比较给小孩子看的书 比较少 那这个系列是我翻译的比较完整 就是有七本 我总共翻了七本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小孩子的世界真的是 很单纯 你就会觉得自己 好像又过了一次童年 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个故事 虽然说它的故事都很简单 但是你可以从里面 又体会到一些 一些人生的体会 或者是一些道理 那 而且我觉得让鼓励小孩 多看书是好的 那也可以帮助小孩 建立这种阅读的习惯 让他们有机会 多接触到一些好的书 我觉得我也感觉到自己很幸运 很荣幸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书 所以如果让你从来 还是让你可以做到一个选择 你还是会选择做异者 对 我还是会选择做异者 对啊 因为这个真的太有趣了 因为我还想说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翻译书有时候 它不一定都是虚构的 它有时候是真实故事 比如说像我翻了一本书 叫《重申的书店》 它讲的就是日本311 那次很大的大地震 日本关东地区 然后后来福岛核灾 所以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 那个发生的当时 我们大家都觉得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然后开始指责来指责去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议题 比如说我们不应该有核电 我们不应该怎么样 但是很少人去关心 那之后呢 那些人现在怎么了 所以那本书是讲311之后 那个福岛地区 就是关东 就是灾区 他们那些主要是讲书店 书店如何在那个灾难之后 重申的一个故事 那因为书店 其实也跟我的 那个职业有点关系 我是译者 然后也是 就是等于算是 我们相关的这个领域 所以我翻的时候 我就很有感触 因为他真的就是讲 比如说 有的店 他主要是讲书店 有的书店 他可能一楼都被冲毁了 土石流什么都冲毁了 所以一楼整个乱七八糟的 他的库存可能放在二楼 但是你二楼你也上不去了 或者是说 有一些是郊区的店 郊区的店 比如说连一个郊区 比如说连整个社区的人都被 就是房子都被冲垮了 所以等于你这个社区没有人了 可是没有人了 你的书店还在那里 你要怎么经营下去 他就会讲到很多这样的 现实上的困难 然后加上 其实那时候救灾 也不是那么的迅速 就是很多地方 到很后来都还是没水没电 可能他们还是住组合屋 一些建设都还没有很到位的状况 那你就会觉得说 感觉好像是到了地狱 没有什么希望了 可是他又在告诉你 这些书店有存在的必要 为什么 因为那些灾民 有的人真的就是每天 走一两个小时的路 到你的书店里面去翻书 去看书 或者是他就是想要买一本 最当期的漫画 然后就为了那一本漫画走过去 走到你的书店去看书 去买那本书 那对于书店老板就会觉得说 其实我已经很难经营了 因为我没有任何资源 但是看到这些人为了拿一 求一本书 到我的书店来看书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责任感 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继续开下去 为了这里的人我要开下去 就会有那种 你知道内心的煎熬啊 或者是坚守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希望 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人类真的是 还是很光明的 就是人类还是有那种 很美好的一面 即使在这么黑暗的时候 你还是看得到阳光那种 对啊 所以我觉得翻这样的书 会让我很有感触 就是讲一些很真实的故事 然后会让我觉得 我跟这个社会是有连结的 对 这是很难得的体验 这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 我们我不知道 可是我跟我朋友 我们很少都会 去书店买书 可能都是在网上还是什么 还是有时候不会看书 就看好像 就网上嘛 现在都那么 就advanced了 所以 哇 真的是 对啊 这本书真的蛮值得看的 如果大家有 比如说在书店 或者是说图书馆 我觉得现在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这种 免费可以看到书的 通路 比如说图书馆 你可以去借书 我真的建议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因为它不只讲书店 它可以让你看到人生 人在绝望的时候 你如何去找到希望 对 它虽然只是以书 当作一个影子 就是说有的人是 我想要看书 我希望看书 然后去 借由看书这件事情 找到自己生存下去的 一个动力 或者是一个目标 那有的人是 我想要再把这个店开起来 让更多的 原本的读者 或是这里的居民 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 其实它不一定是书 也可能是其他的 一些媒介 也可以让你达到 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它可以给你一个 一个启发 一个灵感 可以让你得到很多的 不一样的想法 这本书真的很蛮棒的 我觉得 那谢谢你 看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你云心 谢谢 那谢谢你们观众 那我们在这 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见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